他说玉是大地的舍利 致玉五十五载 他的作品充满折思与诗意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博生做客大家 这是一组十八罗汉造像 十八位罗汉的形象深姿 既有古中国画的风骨气韵 又有西方雕塑的丰满结构 这组造像完全由翡翠雕琢而成 而且人物的形象与我们以往看到的罗汉都有所不同 罗汉的造型夸张而不失逼真 表情一装一携栩栩栩如生 造像的作者是年过七旬的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博生先生 他要追求的仅仅是造像风格的变化吗 创作十八罗汉 我能说两句话 形似鬼魅心是佛 实际我是把十八罗汉看成人间百态 在人之间 在我身边 每个人有自己的内心变化 内心活动 他表达出来的真的假的虚的实的 这些都反映在了每个人的脸上 如果把人间百态集中在十八张脸上 你说他是十八个罗汉 是修心得正果之罗汉 也可以 你把他作为人间的百态 反映出来 让人们去悟他也好 每天清晨燃一炷香 站立案头抄写心经 是李博生的必修课 自从北京玉器厂退休后 他十几年如一日 过着极为规律而简单的生活 外人称他为在家修行 其实抄写心经 只是他一天中琢磨玉的开始 自己想心里安静 就抄心经 抄不到一半的时候就静下来了 你心里多乱 快到一半的时候就安静下来了 一直到最后抄完了 落款的时候 写灰相结的时候 那时候心里 什么事都没有 其实让自己静下来 是为了更深入的与玉对话 退休后的李博生 并没有停止琢磨玉的工作 相反 由于没有生产任务的束缚 他的创作更加自由 在自己的李博生工作室 他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预料 读玉 治玉 传授记忆 是如今他生活的全部 多于55年 我深有感触 我是在幻化这块玉石 他摆在我脸前转啊 看啊 幻化他 一会成为神仙 一会成为佛 一会成为一只猴子 一会成为花 就这么幻化了 到定下稿子来 用我的造型能力 把它落实 这就是我整个幻化的过程 这是干什么呢 在琢磨完善这块玉石 李博生完全把自己琢磨玉的过程 当作一次艺术创新的挑战 在他的近作十八罗汉的创作中 可以看出他对待自己作品的一丝不苟 如果我走别人走过的路 走前车之剑 这是轻而易举的 因为我临摹雍和宫的十八罗汉 临摹那个 临摹这个香山 这个五百罗汉堂的罗汉 甚至张牙雾爪 民间味十足的云南穷中寺罗汉 都可以 这些都在我脑子里 因为这一辈子接触十八罗汉 就像你说的太多了 各种材料 各种手法的 各种认识的 但是我还没看见一套 玉的十八罗汉 如何在前人塑造过千百年的形象中走出来 创作出属于自己风格的 玉的罗汉形象 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李博生的方法 首先是素本求援 因为我印象当中有 这个最早画罗汉的 是南北朝时期的冠修和尚 冠修大使 他是第一人画十六罗汉 当然他以前也有人画近似的 但是人们没有叫他 什么十八罗汉 十六罗汉的 就从冠修这儿 就称为十六罗汉 我说找 必须找到根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北京北海公园的植物园 李博生从尿象亭佛塔的石碑上 找到了冠修的罗汉形象 而且有文字的描述 他都用了一些不好理解的那些词汇那些语言来暂时把罗汉 同时他也描述了这个罗汉样子 比如说这个咱们说的枕骨它非常突出 那个的顶骨非常突出 那个的湄弓很高 那个怎么着 他都有这些描述 我说太棒了 历经三年的构思与雕琢 一块块翡翠 在李博生的手中 幻化成一个个生动的形象 他们姿态不同 表情各异 却各个神采飞扬 形似鬼魅 心是佛 李博生赋予这些玉石新的生命 这是我的原创 因为它不是参照了哪个具体形象 它是文字 文字的东西是相当抽象的 那就看你的功底怎么样了 他几十年一直在研究 在琢磨这个玉 然后再进行总结 再进行创作的过程 应该说也有他过人的这种机密 和过人的一种智慧 才能够把玉的语言 掌握得如此的融通 如此的智慧 研究中国设计史的许平教授 对中国的工艺美术 有较深入的了解 他认为 中国的治愈行业 治愈人 在中国工艺美术中 具有特殊的位置 这个是一个非常悠久的一个行业 而且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高的地位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皇帝是用玉玺 玉它会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政权的象征 自然的话对这个行业也就 它就有非同一般的那种地位和意义 不是在北京的治愈行业里面 以前都叫治愈的都叫先生 那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尊称 那一般的手工艺人是没有这个称号 1958年 17岁的李博生进入北京玉器厂 在这个代表国家水平的治愈单位内 李博生一入行 便被一种严格而规范的行业传统 裹挟着成长 虽然在这之前他还是个门外汉 但他幸运的遇到了好师傅 我碰到了王书森 碰到了何荣 这是老一代的四大怪 再结之一二我都碰上了 王书森老先生这样的一些大师 给他的教诲 也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机遇 因为王书森给他的并不仅仅是 怎么做一块玉 而首先是给他怎么做一个人 尤其是王书森 不说你来 你记住 一块黄金 目前在山一样的垃圾堆里埋着 谁也不知道 天火把他点着了 烧化了 山一样的垃圾烧没有了 金就露出来了 他每回说完这话 扭头就走 把我撂到那儿 我得琢磨半天半天的 我说我是这块黄金吗 我要试 早晚我会露出来 别着急 李博生是个有心人 师父的点话加上自己的勤奋 他很快掌握了治愈行业的基本技能 同时他如饥似渴地利用业余时间 自学西方美术理论 色彩学 人体解通学和透视关系学 我要自学 我要自进修 就在车间一个脊脚 做完我的日常工作 完成我的任务之余 我开始 那个电盘就在那个脊脚 那个脊脚所以没窗户 那个热的温度恐怕一到夏天是三十度以上 为什么我有一个戳号 我有一个别名叫做蒸笼居士 我并不是出家人 我也不是什么居士 我感觉我就像一个出家人修炼一样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年轻时李博生的活力与冲劲 他兴趣广泛 排球舞蹈音乐文学 一一涉猎 他所在的三车间以做人物为主 一面是何龙师傅教他如何刻画中国传统的 侍女观音孩童形象 另一面是他自学西方的快面立体雕塑造型 再加上王树森的点拨启发 因此很快李博生的天赋被显露出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他的珊瑚作品《古上飞燕》 青金石作品《恨福来迟》等 已经在行业中脱颖而出 三十出头 李博生已经在北京玉器厂独当一面 当年他曾给自己刻过一方章玩识人 那时候肚力太浅了 这家水池子有点水就灌满了 那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年少轻狂的时候 也有自民得意的时候 但每到这个时候 他就会受到来自于那些老先生们 老师傅们 一些善意的一些提醒 我做一个西施幻杀一个小美女 一块小手绢被江峰怕吹跑了 就一个鸡脚叼在嘴里边 两只小燕子从夜下飞过去 那个小构图 那小动作美极了 让师傅点到这拍邓邦 批评我 这都是例子 因为这里头 他在沙子上写了一个调子 一个口一个筋 点到了三下扭头就走了 这种批评太重了 终生难忘的批评 这就说做狱者 你应该明白这个 干什么呢 是在为别人祈福 做狱一定要有吉祥美好的寓意 师傅点画的调子 所隐含的不吉利 以及对人生而言的不踏实 让李博生牢记终生 1983年北京玉器厂有一个乘坐玉器四大国宝的项目 计划1986年完成 实称八六工程 作为业务骨干 李博生也参与其中 但当李博生一接触那些国宝预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拿着当时那个角膜机包料 一边包一边 心里边觉得 他是欺我的 我这种包料 就是包他的分化层嘛 就像切一个人的肉的感觉 不是滋味 他把这种人和欲之间的这种关系 他用了一个字很有意思 叫做欺 是吧 人不可以欺欲 同样你要是不好的话 欲会欺你 人和欲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 相互碰撞 然后相互激发的一种创作关系 后来包完料以后进行创作设计 翻成石膏的 抠石膏 仍然是这种感觉 突然开始咳血 怪了吧 牛犊子一样的身体怎么咳血呢 1984年的寒冬 李博生住进了医院 也被迫退出了国保工程 这对于正处于事业高峰期的他 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外头下雪了 我就出去看雪景去了 刚一出去 立在西北方 一吸一嗓子哗就刺激了肺一下 觉得不好 还没等反应过来呢 那雪蹭就又出来了 你想一地的雪下的头天晚上 这刚晴了 星星点点的红落在上面 四周都是他们挥着水地墙 你说什么感觉呀 此情此景 黑与白的巨大反差 忽然让李博生 联想到自己正在做的一块黑白玛瑙料 离开了八六工程 自己必须尽快走出阴影 他强行办理了出院手续 开始琢磨这块黑白玛瑙 那个挖出来的那个小黑猫驴 一个老者牵着这小黑猫驴在一条山迁的小道走 什么前头一个小茅草房子也是黑颜色的 它不黑白玛瑙吗 你挖掉白就露出黑来了 那种黑白灰相间的这种刚好是他想希望找到的一个 一个作品的一个基调 但是这个作品的这个时候他又想完全是黑白灰的 他好像是现在太压抑了 我说这块料要有一块红 太漂亮了 红黑白是吧 但是这叫黑白玛瑙哪来的别的颜色呀 心里只是那么想想就完了 继续包那个顶上那块地方 包了白 去了黑 竟然出现黄颜色了 让我相当吃惊继续磨那个黄 就在玉的深处真的隐藏了一块暖颜色 越磨越红 就变成了黄红色 在加拿大在原来的黑是暗红的那么一块颜色 我把它拿千笔一画成个圆的 还有点黑是黑云在挡着一点 整向雪后初期 那么个红日从云里出来了 哎呦我这心里都是慌的慌的神 所谓我们讲天人合一啊 雾我两望那种感觉 这一刹那真的产生了 谁都不了解我 我说这块麻囊他就认我 他就知道我需要一块红 他给我一块红 我要什么他给我什么 突然你想这作品的名不有了吗 莫到前途之极 世上何人不识君 你招什么急啊 谁不知道你啊 难道就因为你离开八六工程 从此就没有了是怎么着 一切疑问全解消了 从那以后 李博生砸掉了 玩石人那方章 重新给自己刻了一方 禁食人之章 第二年 他的作品 无量寿佛 获得全国公益美术品百花奖大赛金杯奖 1988年 他被评为中国公益美术大师 当所有的荣誉都到来时 年过四十的李博生 反而静了下来 重新思量自己手中这块石头的分量 我琢磨他 完善他 让他成为一件艺术品 展示给人们的时候 我突然悟到 他也在琢磨我 也在完善我 使我的水平 每完成一件预期 我就提高一块 这个感觉太美了 李博生讲 他治愈分三个阶段 年轻时是用手在卓愈 中年开始用心卓愈 步入晚年 已经开始用神卓愈 这是李博生的作品 禅物 一头半起半卧的水牛 被披上一条毯子 李博生说 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有这头蛮牛 佛教讲 人的内心里有一种叫做蛮性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人的躁动 这个人的拜金 你追根都是人内心的那点蛮性 原料是一块 也叫做淡淡的撒金皮 做一条毯子 胚在牛身上 刻上了两个字叫禅物 这个牛不是一头牛 是人内心的那点蛮性 这块毯子 好像从表面看是 那个关心这头牛 给它盖上个毯子 那是指着佛来点化的 李博生认为 玉是中国人特有的 自然与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理解玉文化 才能做好玉 玉 它的性是属钱的 钱属羊 羊是属男人的 按人来讲 所以历来 玉是为男人而做的 跟女人无缘 一直到清代都是这种观念 所以说君子彼得以异 这种东西 是可以叫做规范人的行为 语言 来陶冶人的内心 在李博生的治愈工作室 每一块预料 不论形状大小 也不论橙色好坏 都会经过和他熟识的过程 幻化为艺术品 他珍惜和每一块玉的缘分 对每一件作品 都会反复琢磨 你所雕琢的 你所改变形状 幻化的 可不是一块一半石头 也不是人们所认为的 叫做玉石 是什么大地的使命 他有句话叫做 玉是大地的舍利子 我们可以感觉到 他完全是把玉和他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这种境界 其实本来是中国工业美术 最讲究的一种境界 但是很可惜 现在能够有这样的理解 能够有这样的追求的人 越来越少 既然是凶猛的东西 我觉得在眼睛上 你得下功夫 眼睛这样凶啊 还是眼睛这样凶啊 年过古西之后 李博生身上的使命感 越发强烈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北京玉雕记忆的传承人 他希望祖宗留下来的记忆 能够传下去 如今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了带学生上 他更希望自己所传承的 不仅是记忆 更是传统和文化 我就觉得我这代人 成上起下 你要原封传达他们的东西 你就错了 你要不传达他们的东西 你也错了 你要学习他们 立足于他们 你才叫立足于传统 把可传的往下 你继续往下传 我问你是谁 你原来是我 我本不认你 你却认得我 我少不得你 你却离得我 你我百年后 有你没了我 我和玉不就是这种关系吗